好在给苍修玄第二次针灸的时间到了 这次针灸,苍修玄没有继续再回春堂 而是让人把宋晨带到了他在镇上的宅子里 这是一座五进的宅子 一进去,宋晨就被七弯八照的格局给弄得眼花缭乱 针灸还是在苍修玄的卧室里 你在想什么呢?一折眼中,无男女之分 哼,睁眼说瞎话的本事都是不小 睁眼说瞎话? 宋晨眉眼一挑,手上的银针就已经扎了上去 你这是在卸分? 心情不好的时候,夏针可能就没那么仁慈了 没错,我就是在卸分 等到所有的穴位扎完 苍修玄的额头上已经布满了汗珠 脸色也显得有些苍白 把这杯水全部喝完,躺下休息一阵 不要起身 你叫个人来,把上面的药全都抓齐了拿过来 苍修玄看都没看他写的那些东西一眼 就沉声唤了声 来人 不出两期,卧室的门就被人从外面推开 是另外一个宋晨没见过的人 跟苍一相比,这个人身上的力气更重 柱子 去拿宋姑娘手上的单子去回春堂抓药 快去快回 是,柱子 那人来到宋晨身边 伸手接过宋晨手上的那张纸 不小心扫到上面的内容 瞬间 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复杂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鬼画符 谁能看得懂 怎么 有问题吗 那人赶紧看向苍修玄 苍修玄自然知道他是为哪般 挥挥手让他快走 到了回春堂 这,这,这真的是宋姑娘写的 屋里只有柱子和宋姑娘 崔掌柜亲自抓药 上面好几种药 都是他靠猜抓出来的 为了防止自己弄错 他还专门单独用小包 把有可能的几种药都装了些 宋晨拿着这些药 心里感受到了满满的嫌弃 按照今天这个方子 三碗水煎一碗药 一日三剂 七日之后便可停药 这套银针就算是给我的诊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本身身体素质不错 第一次针灸之后 体内的残毒已经很少了 今天我试针的时候做了些调整 吃完我开的药就会没事了 我还是觉得按照你之前说的 再针灸两次更好 多渣无益 好生吃药便是 留下这句话 宋晨就拿着盒子 正欲走人 你之前不是想看看宅子 我带你去转转 ロah 我带你去转转 去转转 导 hand 靠筋